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先生 各位忠道 很渴舍有些这位在这里蒙发家 识报家 有点点读书的兴致和体会吧 我的读文在诱文集的《诗百年六月》 主子学试以下明星和非洲的理学生态 实际上也是刚才刘弘中的文章下来算是结果想法 这里面有几个关键词 主子学 非洲理学 贵州 黄山寺 新安 这都是五个地方 主席 我们知道他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不见生活的 但是他的属性的大部分地方都是称作新安 主席 这大家都有名字 贵州和新安 主席的关系是怎样的 我这里就不用多说了 近几年来的灰学 请给大家知道一点点 灰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的 它与主子学的关系是水乳交流 无法分说的 它实际上是一个意识形态在地化的具体的体现 特别是明星之心 明星之心的贵州 不仅在经济上 除非有股定的发展 而且在文化上 特别是学术思想上 都有面积发明相态的成果和成就 我们知道灰商 灰商的主要的原因就是什么 孤儿豪儒 既然称之为孤儿豪儒 它这个儒是什么呢 这个儒啊 实际上就是书神 就是书神 所以近几年来 灰学搞得热热热热热的 但是 灰学的根本 灰学的历史形态 事项对面在哪里 还是在 主子学 就是 主子学 也可以说 这个 主子学不仅是 从智五阶级神面上的主流学术 同时 在地理社会神面上的 但是 灰州对于主子学的传执和发展 也是相较于其他地方 更有丰富的 相谦情结和风土之类 我的提供是 灰州的理学 刚才有过去问说了 孙代的理学 它的第五话 清代理学的词学画 我觉得这两者之间没有 就是 只能说在方法论上和武论上不同 但是它在学外上应该是万分的 在学外上应该是万分的 在学外上应该是万分的 在学风上呢 这 这 这 大家都 这个 承认的 也就是说 道文学和存在心之间 并不是分作两节的 而是 万分在一起的 只是在各个国徒的时代 学术发展的需要 产生结果 对吧 就像法国律议论 就像这个 怎么样 我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 共同之道 就像我们吃饭一样 吃饱不足的 有的喜欢吃米饭 有的喜欢吃馒头 这个米饭和馒头之间 是有密切联系的 但是这样的方式不同 形状不同 对吧 但结果是一样的 贵州的领域 在宋明时期 宋元明时期 这是一年化的 这是武教的一年化 这个 我是刚刚接触一个 这个国家社会基金 名称叫做 民进归州领域的 转型域建构 我把这个问题呢 也做了文献资料上的书领 发了将近小十年 十年时间 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这样 是在风格上 有一种不同的 在贵州呢 这个李一之邦 称呼雀名 正名师呢 他的来历 都是有设施根据的 都是有设施根据的 从这个 贵州的相处风情 民众生活 以及学者的这个 生活态度 和住宿风格来说 都体现了 民进归州领域的 变化 这个变化呢 确实是 从义礼圈 到 礼资去做 这两个例子 这个 我想现在呢 大家听听说 一个就是说 从宋隋的这个 天礼 本庆的义礼 和这个 新代礼赤 就是典当制度 设施的 设施方面 这个变化呢 是特别存在的 特别存在的 特别存在的 但是都有 他们的大堆 大堆 都在恐慌之道 都是恐慌之道 那 再加上呢 归州 是 这个 诸子的 这个 商族之地 所以呢 归州的这个 也许在 比其他地方 对美读书 特别读书 特别读书 这些 中年地区 这些 中年地区 河南 山东 逃避战乱的人 逃进深山 逃到 灰州 在明清世纪呢 因为人口的暴躁 所以呢 必须要往外 扩充 扩展 所以呢 停止了明清世纪的 非常大量的 红外运出 运出 也造成了 经济上面的 这个 变化 这个 这个 归州的 这个 归州人 这份 学伟的成人 以理极限 人文社会的 呃 人与人之间 关系 变化的 这个 这个 形态呢 也是 较为其他地方 啊 由自己的得受 还有一点呢 就是 灰州 啊 虽然是这个 风景兄弟的山须 但是 灰州的 这个 这个 道 道观 和佛事 很少 啊 近他们 没有 呃 呃 所存在 所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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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的人 都是近代以来 啊 近代以来 呃 呃 才慢慢 有这个 这个佛事 道观 啊 近代以来 呃 这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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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呃 这个 呃 呃 呃 能坚守 儒家规范 抵制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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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存在表现的力量输出 基本上是按照称租礼学的伴手 这样走下来 这个时期的元宁时期的非洲 有一个派别叫做新安礼学 新安礼学 这个新安礼学里面的人物也是很多的 这些人物的研究呢 好像这个研究的生活不多 挂出不够 这也是我们将来需要 这一种加强的地方 这个时期的时期呢 有一些理学的出作 比如说苏生的理性黄柱 汪科班的理性补移 陈敏正的医经王佑的以及达文和诗皇的士迪要归 这些理性出作呢 他的风格基本上没有摆脱性命天理的范畴 基本上确实是以理理的方法来解释理学 基本上是遵循着 基本上是遵循着诸子 理理即是理的指寻方向 指寻方向 指寻方向 在诸子一理设理和存天理辩护的思想覆盖下 明代前期非洲的理学都为一群理学的路径 理学的路径 所以在景点文本的文字迅速层面上 就现在比较不弱一点 比较不弱一点 非洲在明代中期以后 也受到了扬明心理学的影响 扬明心理学的影响 这也是这个 非洲这些时期有很多的官僚 非洲有很多的官僚 对于明代大利益的争议 很多的 在文集里面都可以看到 因此呢 这个时期的 明代初期以后 非洲理学家 也可以说 那位理学家 他们对于时代的责任 和诉求 都完全承接着 承诸理学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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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明代过期 明代过期 开始出现 这个 迅速化的 理学的研究 功能 这里 我举了三个例子 一个是 一个是金瑶的 周理处处 曾明哲的 考虑区段处 姚颖森的 谭工员 这个风格呢 就有很强的 文字学 音域学 训统学 教派学 这个风格 他们在 目的呢 是慢慢地 从这个 音域化 走向这个 回归冤解 本 这个 路数上 这位 清代 非洲理学的 这个 开始 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这个 承接的关系呢 是很紧密的 很紧密的 很紧密的 清代理学 在魏州 是积累不足的 这点上 稍微对这个 清代理学术史 稍微了解的人 应该很熟悉 这个时期呢 就是出现了大的 理学家 这个理学家呢 在清代理学术史上 都是一类的 曲奇跟列词 对吧 像这个 姚颈森的 酒精通关 将你的理书干部 盖森的 考工剂 由 陈瑶田的 这个 通一路 金榜的李建 这个 林廷安的 李津施立 这个 呼呼呼呼的 一笔正印 等等等等 这些 这些学者 都是一类的 这些著作 确实是一类的 这里我都是吹 这个是 张太元 梁启超 他们都 都承认的 我这里 只是转述 他们的意见 这个文字呢 比较多 我这里就不转开了 就不转开了 嗯 总之呢 新代理贵州 理学 啊 的风格 啊 是传承了 朱子的 道文学的一路 啊 道文学的一路 啊 我们知道 呃 朱子是造的 这个中年是理理学 对吧 晚年是理 啊 他的 他的中心的技术是什么 一里金钻工程 啊 和家里 对吧 呃 这两个著作 实际上也就是 灰州学者的 传承和八本的 一个最重要的工作 和内容 啊 内容 所以 我们后来所说的 这个灰州的理学 啊 呃 虽然他们 重视的 典堂制度身边 比较多一点 啊 但是他们在 一里的发挥上 啊 还是本座 诸子的色彩 啊 诸子学的色彩 啊 这是我的 学生感受 啊 诶 嗯 以至于 呃 你像 林天堪啊 啊 他后面 啊 说了几句话 呃 成为近代学术思想的 一个 一个重要的 这个命迹 概念 啊 比如说 林天堪说说 啊 理学之外 非无所谓学 啊 啊 理之外 非无所谓学 啊 还有 圣贤之道 啊 啊 啊 那么这个 啊 啊 啊 他就包括了 所有的 啊 这个这个 日商 生活 知识 啊 包括意识形态的 思想 啊 啊 所以呢 这个 这个 这些话呢 呃 近几年来 我看一看 像什么六金阶级 啊 六金阶级 啊 这是也是对一个 新代 非洲理学家 他们这些关键的一个 总结 和概括 啊 当然 这些话不一定正确 有的人 啊 有的这个 这个 这个 有的意见 我们可以讨论 对吧 我觉得这个观点呢 它是有些道理 有些道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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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发现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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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代的朱生 陈敏正 新代的江永代正 陈妖贤 来自于胡适 这一路发展下来 明显的呈现着 主流思想发展的一带象征 无论是西安理学也好 缓派理学也好 都是在朱子学私立下的 某一个时代的发展的新称国 因此 对于明显非洲理学的转型建构研究 并且是中国传统理学发展的重要议题 也是辉学与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其中一无之一 因此 我们可以借此调查 请问一下 之所以称之为称之为称之血泥 称之为灯干咒乳 称之为孤河暴乳 等等 这些名词 都可以从非洲理学的大半周围 感受到他的血泥水灾 这是我的一点点感受 不一定对 希望大家多多继续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徐教授的报告 下面题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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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